怀疑大世界外电焦点来看到是立陶宛登场的北约峰会在12号落幕 虽然乌克兰没有如愿能够获邀加入北约 但仍然获得了七大工业国集团G7国家的安全保障 以及英霸德等国的军备大补铁 包括了各式的战车以及飞弹 未来加入北约的障碍也一定移除 不过英国国防大臣华勒斯却警告乌克兰 不要把英国等西方国家当作电商亚马逊 说到武器最好还是心存感激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也跟防长当场感谢英国 北约峰会12号落幕 与会的七大工业国组织G7发表联合声明 将公布一份国际架构 为提供乌克兰长期的安全保障铺路 今天G7组织在美国组织的支援 让我们的支援将近未来的支援 等不到加入北约的明确时间表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虽然难掩失望 但这一趟还是收获满满 不但获得英法德等国的军备大补铁 包括各式的战车跟飞弹 未来加入北约的障碍也一并排除 不过英国国防大臣华勒斯却警告乌克兰 不要把英国等西方国家当作电商亚马逊 收到武器最好还是心存感激 让泽伦斯基跟乌克兰防长 当场唱了一段感谢英国的双簧 但其他国家还是对泽伦斯基领域有加 美国总统拜登跟泽伦斯基进行双边会谈时 承诺加速军援 不过拜登登机前似乎说溜嘴 乌克兰正面临弹药短缺 你又任编译